大鱼頭 大家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湯 就是芫荽豆腐魚頭湯 我買了一個大魚頭 我比較喜歡用大魚頭 因為比較多用 一瓶的板豆腐 芫荽 和這個就是胡椒 可以織磨的胡椒 有些薑片 這個就是魚露 鹽 還有一些紹興酒 首先現在處理一下魚頭 一間就拿去煎 為免彈水出來 所以就用全餐紙吸乾水 然後在表面上 加一些生粉 這樣就比較容易煎了 兩邊都撥一點 這樣就沒那麼黏鍋了 不乾顧 那現在就煎魚 首先放熱鋼 先來 然後加些生油 放些生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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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一个鱼头来煎 煎到一边更黄 再反过边来煎 现在等会慢慢煎 现在又反过边来煎 加点姜 再煎一下 等它慢慢煎 现在那边也煎好了 现在就蘸一些小酒 首先煮滚一点水 然后加点滚水 再加点鱼头 那为什么要加滚水呢 这样加滚水 煮出来的汤才会奶白色的 现在呢 水加到刚刚浸到鱼头的位置 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就盖上盖 等它煮 煮滚之后呢 煮20分钟 然后再加豆腐 如果豆腐太早加下去呢 就怕它会辣 所以就不要太早加下去 那现在煮中汤的时候呢 就先处理豆腐 把它切开 然后第二次还要锯水 就让它在切八 那么几分 很难的 非常难的 这次我的腌肉 放下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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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的 然后我们可以煮成 我们现在就把产生下个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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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 现在处理芫荽 洗净剪开 头有些朋友喜欢要的 可以留住它 但不喜欢的也可以剪掉 剪开一段段 现在完食就处理好了 现在滚了一会儿 加入豆腐胡萝 再滚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最后就加了芫荽 加了芫荽 现在再磨胡椒粉 再加两分钟 加盐 调味 再加鱼露 再加鱼露 8分钟 四小块 粘肉 装盆 一定要 déf 西大土豬豬湯 喜愛的朋友可以試一下